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東西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西溫哥華 今天會做兩件事 會看一間獨立屋 還有看一塊土地 就是一塊土地 什麼都沒有 只有樹 但也可以買來建屋 我們先看看獨立屋 其實我們這間屋是一個斜坡 嚴格來說是一個大的巨石上建出來的一間屋 下面就是西溫海邊的Marine Drive 很近大家可以看到有海景 所以無論是我站在花園前軟位 還是屋內的某些位置 這個向著西南方都會有充足的陽光 還有會有海景 大家聽到有西溫 海景 還有獨立屋 肯定以為我們今天去看豪宅 給大家一點心理 其實我們今天這間 應該還未可以稱之 上大家心目中的豪宅 因為它需要一些時間 或者需要一些 大家如果真的成為了這個屋的買家 要一些工夫 收拾一收拾 才有機會成為豪宅的 potential 為什麼整間屋建在巨石呢 其實大家看到這裡全部都是石 旁邊都是 我們進去 稍後會有個探險位 會跟大家看到 為什麼我這麼肯定告訴大家 這間屋不是建在泥上面 而是石上面 大家可以跟我一路走過來 我們現在其實走的這條路 已經有一點好像是駕空了的橋 其實我們是ground level 停車的 level 已經上來其實是三樓 屋內有樓梯去二樓 還有一樓 但是全部都是ground level 因為它是斜坡在石上面 看到這邊其實已經是石壁位 有些地方可能陽光比較少 這棟山有青苔 那裡有一間木屋 我們稍後會有一道門 可以走過去和大家進去探險 這是搭在木上面的一個車房 除了上面這一層的車房 下面還有一個 下面的就是地上 我們現在進屋看看 可以這樣坑 進來可以的感覺 不是真的那麼古老 因為有升級過 這間屋是一九三幾年起好了 所以扭寧也有差不多 裡面的全屋大概是2000年的時候 做過一陣升級的 現在已經是2021 所以其實已經是二十幾年了 所以大家會看到裡面也有些wear and tear 加上之前其實是租客住的 所以我這個level也好些 待會走到某些位置 可能大家會看到明顯有些殘舊的痕跡 大家不要介意 我們純粹來參觀一下 取暖系統是furnace 催暖風出來的 這個方向就是看我剛才走的前遠位 這裡好像是family room 或者living room的地方 提醒一下我們是三樓 最高的層 有火爐位 然後這個就是dining area 這個是石燈 整個很厲害 真的是石雕出來的 我看到 然後這個飯廳位 就會在這裡放張圓桌 這邊的窗都是看海景的 這邊就是廚房位 廚房位有個洞 可以送菜出來 這個廚房大家會看到曾經upgrade過 雖然不是最新的款式或者model 但也不會是原本的風格 桌面應該是quartz 廚櫃也有換過 就是白色面 gas爐頭 下面就是焗爐 是bosch的 下面就做得比較多櫃桶 不過就好像沒有soft clothes 這邊也是 這裡有四格 每一格的size都一樣 這個應該是洗碗碟機 太子也是bosch的 然後這個雙升盤 一大一小 看完外面就是樹 感覺比較隱蔽 雪櫃就在這裡 LG的 這裡還有counter space 可以放東西 不如順便來講一講屋的資訊 這裡整個都是西溫 過了Lansky Bridge Park Rial 就是比較旺的是這一區 上面是BP的導嵐屋 我們其實是一路Marine Drive 去到這個位 這個區域其實叫Cypress 我們就在Marine Drive 這裡全部都是向上斜的 而且很斜的 我們在這個位置 我們這條街叫Stone Crescent 為甚麼叫Stone Crescent 剛才跟大家解釋 因為它在石頭上面 它的地也不是平的 可以看到它在山上 有不同的形狀 我們這塊是三角形的 這裡也有些三角形 有些比較平 我們這塊就是這樣的 這間房子 現在掛牌價是335萬 1939年的房子 地稅是8751元 它的整塊土地面積 是接近半英帽 21270呎 全屋面積3107呎 剛才廚房位說完 廚房位這裡出來 還有一個不算太大 不過可以走出來 擺到一兩張咖啡椅的露台位 都是望回樹景 西邊一點就是海景 這邊多一些樹景 這裡有L型 可以走到這邊 如果向著藍邊 就多一些樹的位置 這就是剛才廚房看出去 所以我說可以整個大玻璃 就看著樹 感覺都會很舒服 好 我們看完廚房之後 我們就看看其他的樓層有些什麼 門窗是換過的 不是原本的 它都換了白色 雙層的玻璃 還有一個小小的位置 類似門口進來的 一個好像mud room位 可以放一些衣服 這裡就是一個powder room 小小的 半次而已 洗不到涼 只可以去洗手間 我們現在到樓了 這個樓梯 有一點古色 古香感覺 是圓的 在中間 這裡還有一些燈飾位 可以放一些裝飾 這裡有一個好像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其實是用來做Sona 還是陽光房 它用一些很深色的木 也有一個火車 這個看出去就沒有什麼景 然後這裡是有一個access 其實它每一層都有門 可以走出去 可以access那個車庫 我們出去看看 不如每一層都有獨立的access 上面就有露台 或者是前院 中間這一層 就會有這個area 我們就會來到這塊石的下面 剛才我不是在上面指著有青台 就在這裡 然後這裡有一個車庫 這個車庫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是架空的 中間那些是洞 它不是坐在泥 它是用木造成車庫 這個裡面現在就是好像workshop 那樣的area 不如進去看看 這些植物都生在進來了 其實要打理一下 這裡 這個是雙車庫的門 好了 現在我們看完這裡之後 可以看到這裡可以一路通到下面 這個就是下面那一層 還有門的access 我們先進去 這裡又是可以關門 這裡其實還有一個門 可以鎖的 這個是再下去下面的 等一下和大家下去看看 上面其實只有living room dining room和廚房 房間反而會設置在下面一層 不過也有觀看 大家過來看看主人房 這間就是主人房的setting 這邊是之前放了很多電視櫃 搬走了就留了一些洞 我們還沒處理 這邊的view 窗其實和樓上 剛才大家反正看到一樣的 主人房也會看到樹 看到海景 看到山 還有比較private 這個位應該 周圍是沒有屋 可以看到進來 衣櫃位就在這裡了 這是1930多年的衣櫃門 這個不錯 好像設置這些 好 這個地板 其實是我原本三幾年的地板 其實我們家以前 買回來也是這個地板 我知道有些朋友 很喜歡這些實木地板 就算它花了 或者是髒了 其實打磨一下 也可以保持 這裡還有一些櫃桶 然後有一個梳裝位 在這裡 以前三幾年 就不像現在這樣 流行主人房 要有很大的walk-in closet 還有還有套廁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房子 主人房沒有洗手間 反而是要跟另一間房 在share這個bathroom 所以這間 尺寸是挺大的 大家可以進來看看 還有是四層 但它有條件可以做五層 它可以放到星盤 這裡有個shower位 有窗 這個窗 很private 對著樹 然後有浴缸 然後這裡有很長的counter space 現在暫時是一個星盤 以後想加多些 應該可以找水工 可以做到 然後下面有這些儲存空間 好 這裡還有一些櫃櫃可以放東西 現在全部都流行 一道門打開 以前其實都很流行 上上下下分開 這邊還有一個小的 這個可能放東西到下面 不知道 三個 洗衣房 還有一間房 是這邊的 主人房就是corner 所以有西有藍 我們這間就是second bedroom 房的size夠大 地毯就比較殘舊 可能如果大家要搬進來住 就要換一換 換成地板 或是新的地毯 這間房就有walking closet 還做好了組合櫃 我們現在就下去最下面那一層 下面就可以鎖 當出租單元 或者如果你們家 可能小朋友大過了 我昨天遇到那個有趣的客人 跟我說 跟兒子住在一起 但是要兒子住在最下面那層 隔著那個living room 因為太吵了 每天打機吵圈 這道門可以出去 剛才我們在上面看到的 porch的位置 這裡 日本式的拉門 它會遮住後面 就是石頭 石頭和屋子其實融為了一體 這裡開始的全部都是石 所以我說我們屋子都建在石上面 這是hot water tank 這些管是風管 因為這間房子是取暖風 Furness的機器就是這裡 我們可以去探險 等等我剛剛試過 這道門 這就是下面的 這個unfinished的crawl space 你剛才哪個開燈 開燈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其實大家看到嗎 全部都是依山而建 這些都是original的石頭 一直下去都是 它加裝了很多保溫棉和保溫板塊 在附近 令到這裡暖一點 我想以前的屋主或者租客 可能都在當作workshop 鋪桌桌子 很興趣 整天我來到溫哥華也是第一次 看到屋裡面 其實還會看到外面的長體 不是石頭 冷藏在這個位置 這裡都可以鎖 即是說如果你出租 和再租客分享冷藏 進來就是出租 unit 這裡可以說是 住宅房 廚房在那個位置 這裡有客廳位 有火爐可以放沙發 這裡是dining area 也有露台出去 廚房就在這個裡面 廚房也是對著外面的景觀 這個廚房就沒有上面那麼升級 電器看我還可以用 當然不是最新的模特兒 可以認得出那個款 但它都齊 也有微波爐 加七油煙機 這個是電爐 下面有焗爐 我這邊是升盤 這裡有洗碗碟機 這個租客可以由這裡 是separate entrance 這裡有一條路仔 大家可以跟我過來看看 其實這裡有一條路仔 可以一落去下面的車庫 還有你可以access去那條路 你不用走上面 這裡有個車庫 如果你住在下面的unit 你可以access這個車庫 我們可以出外路看看 其實大家可以看見 這個車庫可以白拍了兩部車 Double side by side garage 然後這個是driveway進來 這條就是來到房子的上斜的路 看到對面這裡已經建起了一間新房子 它也是一個很大的lock 然後將以前的房子拆掉 那就是建立一個比較modern style的房子 這間房子就是在後面的位置 平時如果住在樓上或主動輪的通道 會在這邊坐上去 稍後會和大家走出去看看 我們現在可以回到這裡 如果不是開車的話 就走回這條小路上去 就可以了 我們看到一半了 這邊還有一個主動輪 就是剛才我們樓梯下來的位置 這裡也有一些大級的樓梯 一路可以通到上面 剛才二樓還有門 大家可以看到最高的樓梯就是剛才第一個門口 這些外牆全都是木頭 而且它選了一隻跟Nature最連接的顏色 都是墨綠色 這邊下去還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不過這裡可能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沒有做欄杆 這裡滾下去也挺有趣的 這個桌子也是建在石上 還是那塊鉅石 我們稍後去看海邊的那塊地附近 都是很多石 好 大家過來看看 這個就是它搭出來的桌子 我們來這個桌子 可以看到這間屋的外觀 一路是一層 兩層 三層 二樓和三樓都有露台 尺寸基本上是相似的 上面的露台比較大 最低的這個位置就是一個Porch 就是好像Dack的位置 然後下面的小石就沒有運用它 好 門窗大家可以看到是白色的 是新一些的 這裡也是另一個Excess 很多不同的Excess 剛剛說到哪裡了 說到這個位置是Dining Area 房間就在這個位置 來到最低的 似乎不是太多海景 沒有剛才那樣的 洗手間就在這裡 也有升盤馬桶和浴缸 我們現在看看還有什麼配套 我們去探險另一個特別節目 帶大家出去看看我們如果住在樓上 或者是主要是怎樣 這裡有一條小路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塊巨石 門口進來的DRIVEWAY 就是前面這一條 剛才跟大家看了在下面 去中層和LOWER LEVEL 我們前面的泊車位就是在這裡 泊下車會再走進去 繞過這塊石頭 這裡是比較旺PART ROYAL HARMARINE DRIVE 其實已經到達了 我們就在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在Stone Crescent 學校的話 Elementary School 就會在這裡 West Bay 有Primary School 還有Secondary School 就是Rockridge 就是這個地區 Highway下去這個位置 有個小小的Village 至少會有Safeway 就是買菜 都可以買到 四分鐘左右就可以駕駛過去 如果想去PART ROYAL 大一點的MORE 或者來MARINE DRIVE 15架21架黃一點的位置 駕駛過去大概是15分鐘左右 去Horchew Bay也是很近的 Horchew Bay有不同的船 去Bowen Island 溫哥華島那邊 都會有行程航程 Horchew Bay那邊也有自己的住宅 雙圈都可以去的 駕駛去Horchew Bay的話 大概是10分鐘左右 如果是上去Cyprus去滑雪的話 就差不多20分鐘 走幾步 到下面就有一個Bus Stop 這個巴士是可以 去PART ROYAL 以及可以去DOWN TIME 下面就已經有一個Bitch了 然後這個附近還有一個公園 這個公園差不多 其實也有3分1個Standing Park那麼大 這個大家可以對比一下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TRAILS 可以走的 也可以走到海邊 我記得我好像去過Eagle Point 我待會也會繞圓路過去看看 開車開了6-7分鐘左右 由那間屋子過來這個PART 其實這個PART叫Lighthouse Park 是走一些TRAILS來的 車就通不了去最海邊那邊 前面有個小小的天然的停車場 一路可以一路走 一路可以去到海邊 就可以看到海景 今天時間有限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要去另外一邊的山 所以跟大家快點看看 另外還有一個Bitch 就是在前面一點 其實我們停了在PART KING的這個位置 我們還在這裡 它有很多很多條不同的TRAILS 最後也可以通往這裡 我會在這裡 差不多開車四分鐘左右 就會來到HOWY1下的一個小小的 有基本的陪陀 有巴士站 有駿駛 駿駛有避免 然後前面有 subway 這裏有一圈 食的買東西 基本上你都可以在這裡 有吸引到的 前面還有個餐廳 那裏有販人避免 販人避免 有很多細膜 都能藥 可以買藥 皮華的話 小型文具都可以在那裏解決 另外遠一點中 我還見到有BMO 銀行 還有INSUREENCE 有醫療醫療 有小事可以去體育生 有醫療醫療 現在分享到這裡 沒問題 有醫療醫療 然後這個雙聲盤一大一小 這個也是可以拔出來的 那升盤位置對著看著外面 你去那邊嗎 他突然間在那裡 這個窗很小 好可愛 這個窗仔可以開的 好現在我們就下去 這塊面這麼大 不要拍那麼近 這邊還有一個小的 這個可能是扔東西到外面的 不是扔東西到下面的 不知道 三個洗衣房 可以access那個車庫 看看有沒有 oh shit sorry 中間那些是洞來的 它是有 seriously 我怕 對了 我講到這個位置是dining area 那這裡就是廚房 我和大家分享的樓盤 就叫central park house 發展商是bosa location也是metrotown metrotown在這裡 這邊是skytrain 它是近paterson的站 看著就是central park 然後這個樓盤已經出了價單 show room也準備好了 可以約去看 價位方面它有三種一房 junior one bed 正常one bed 和one bed加丁 分別是53萬 64萬和67萬起 兩房的話就87萬起 兩房加丁99萬起 deposit structure 兩年內分5期比25% 如果你買800呎以上 亦比較早入手的話 是可以有5%減免的 詳情可以再找我 給大家看一下 這棟樓的外觀 然後這是室內的rendering和設計 將來可以去show room 看實景 會有youtube video 這個是兩層樓底高的泳池 旁邊會有其他娛樂設施 例如健身房、lunch 等等 大家可以看看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樓盤 有需要找我 拜拜 HELLO 大家